我們剛剛吃過晚餐 嗨 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啊 我們吃過晚餐 現在來散步 在哪裡 你找到了嗎 哇塞 這個就是耶 一隻而已啊 後面也是 喔 看起來好像枯葉耶 這個也是耶 童童 我以為是一片葉子也是耶 你會怕嗎 你口罩沒有遮到鼻子 你往上拉一下 他臉在這對不對 他下面也好像臉喔 他下面也好像臉喔 他長得好像一個葉子喔 我看一下這邊 好多喔 這個活動是做什麼的啊 我看一下 遠東七十 節節高升 雅尼生態園區巡迴展 掃QR Code 看更多可愛的我 這個好可愛 哪邊是臉啊 哪邊是臉啊 上面好像是臉 下面好像是臉 有觸鬚的是臉吧 有觸鬚的那個 有腳腳的臉 對 下面是尾包 好多耶 他說這邊有寫 幽靈竹節蟲 一共有九支 你找得到嗎 找得到 一共有九支喔 請勿拍打 請勿用閃光燈 四 五 六 七 而且有獎品 有抽獎活動 掃QR Code 我沒帶手機 下次再來 下次再來掃 下面還有燈你看 你找到九支了沒 我找到七支 七支 好 加油 一 二 三 四 六 七 這邊才你數了嗎 這邊有個小支的 六支 這邊 我們弄到後面去來 這裡有兩支 這兩支你數了嗎 上面 嗯 還沒 這個你數了嗎 欸 這邊那裡有一支 九 都找到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對啊 你不會害怕喔 它的特徵是什麼 它說 它的特徵它像玫瑰樹葉枯掉的樣子 而且它的尾部是很兇猛的 會捲起來 長這樣 這是一根一根的 細根的 這是什麼的 哇 這個好像竹子喔 童童你發現這個嗎 長什麼 長鋼竹節蟲 長鋼竹節蟲 一共有七支 在哪 你找得到嗎 有七支 我先給你看其中的一個 在這裡 這個就是你看不出來對不對 這有一個很細很像筷子 有看到嗎 很細很像牙籤 它的腳很像牙籤 一支 它說有七支耶 這有七支 我一直看到一支喔 哪裡 它還有兩支 旁邊 喔對耶 它好像樹枝喔 對啊 啊 那這個也是嗎 喔不是那真的是樹枝 我只看到兩支 啊那個也是嗎 哪裡 那是真的樹枝沒在動 兩支 欸沒有 它是 它巴在葉子後面這個是啦 對不對 三支 我以為它是樹枝 它是真的是 三支耶 沒了 上面有嗎 上面有 好細喔 好像樹枝喔 四支 五支 你看不到 因為它在葉子的上面 我找到五支而已 五支 好 那我們去找這邊 慢慢說沒有大支的 綠椒竹節蟲 你看它多大 在哪裡 綠椒竹節蟲 在哪裡 哇塞超大 好像大蝗蟲喔 那有幾支 那有幾支 我看一下 一絲有七支耶 共有七支 你找得到嗎 一支 喔這裡好大喔 兩支 兩支 好像螳螂喔 三支 三支在哪 喔在後面 三支 四支 四支這裡四支 沒了 四支而已 我後面還有一個 五支 看來後面有一支 五支 我這邊一直找到五支 少兩支 好再看一下一個 這邊是什麼 這邊是什麼 這是什麼頭 這什麼頭 這叫白紋巨竹節蟲 喔有個巨耶 有巨表示很大喔 然後他說有九支 哇 好像一 一九一支啦 你摸得住 喔喔喔喔喔 而且它的屁股紅色的 一支 這好像 真的好像樹枝 好粗喔 你看地質耶 而且它現在的紋路桶 你有沒有發現 好像那個樹皮剝掉的感覺 你是鋸齒耶 鋸齒 鋸齒 什麼是鋸齒 它都鋸齒的 你看它的腳對不對 對 它要拔住那個樹枝 一支 兩支 三支 四支 有九支 這裡這裡 這裡有兩個 五支六支 超像樹枝的 這兩個超像樹枝 這兩個也是 這個也是耶 七支 八支 這個是什麼 看起來像什麼 樹枝 八支 所以 這裡這裡又有了 八支 這幾支要掉支喔 全部打到 八支 這是第九支 後面 九支 所以彤彤 如果你平常在外面撿樹枝 有可能怎麼樣 他們 掉在地上 你會不會以為它是樹枝 你把它撿起來 發現它是蟲 會不會 太像了對不對 那你後來敢撿樹枝嗎 不會 不會啦 這是什麼 這叫什麼 看一下它的名字 棉肝竹節蟲 這邊有 棉肝竹節蟲 有沒有看到 我從那邊 這裡 這一個超細的 這裡 這個有幾支啊 我看一下喔 這個有八支耶 棉肝竹節蟲 好酷喔 好酷喔 八支 這有八支 這很難找 它太細了 這邊一個 兩個 這個葉子下面一個 超難找的耶 這邊一個 然後那邊下面葉子一個 然後這邊有一支 這邊有一支 我剛剛以為這個玻璃沒有 沒有封進來 不是它是電線 這個太細了 這個很難找到 這個相機都拍不出來吧 我可能要拿RX100 就是可以放大比較清楚 我用這Gopro拍 大家可能看不到 我下次拿RX100來拍 分享給大家 你有看到嗎 超細的對不對 我們去看那邊 它有下一區 我現在看到一支 好 慢慢在那邊了 我們看這是什麼 國地修復節蟲 我完全不懂 這是什麼 它長這樣它的特徵 很像葉子 有修復節蟲 對 你先看看它長什麼樣子 然後你再去找 好修復節蟲 這是什麼 這邊沒有修 這是修 這個字念修 葉修復節蟲 這有幾支啊 好吧 有幾支我幫你看 這裡有七支 要有七支 它真的很像葉子 它真的很像葉子 你有看到哪裡 它有啊 它黏在後面對不對 它真的很像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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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支看過去 有沒有一片葉子 然後下面有兩個洞洞的那一個 那就是了 在這 你有沒有看到 哪裡啊 我看有沒有第一點的 然後有看到一個葉子 這個是葉子還是那個 有分不出來 那個葉子的旁邊 後面屁股有兩個洞 那個就是竹節蟲 有沒有很像葉子 它根本就是葉子嘛 那這個是媽媽媽 哪一個 這邊是真的葉子嗎 那是真的葉子 枯掉的啊 有沒有看到 這裡啊 這裡一支啊 很明顯啊 在那個V字型的葉子那裡啊 有沒有 這裡這裡 這真的 它的偽裝真的太強了 這個 它的偽裝真的太強了 這個真的很像葉子對不對 對啊 這個偽裝真的太強了 再來有七支耶 這裡有 這個很明顯 我看到它的腳了 這裡 它的尾巴根本就是葉子嘛 有沒有看到這一支 這支 它的尾巴根本就是葉子 然後有兩個觸續在旁邊 它的尾巴就是葉子啊 這個偽裝的太好了 對啊 簡直硬型了對不對 如果你在地上撿葉子 你撿到一支蟲 你會不會怕 什麼 還有啊 這邊還有嗎 沒了嗎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這個活動叫做 地上也好大 遠東七十 節節高深 雅尼生態園區 巡迴展 然後重要的是什麼 展出時間 三月二十五 禮拜三 今天開始 他還沒開始耶 媽媽今天禮拜幾 吃葉子 你有發現嗎 欸 知料了耶 真的葉子破了耶 他吃了耶 看他吃葉子一下 他的嘴巴好小啊 他咬 他說你看什麼看 你看我就不吃 他不吃了 看他嘴巴 他嘴巴對著我 他在咬 有他吃了 原來他會吃這種葉子喔 巴樂葉嗎 巴樂跟玫瑰 這也太酷了吧 那個也開始吃了 但是他有分公母嗎 他有啊 但是他說 沒有公的他一樣自己可以生啊 就是無性繁殖的意思 可是他生完之後還是 他吃得很大口耶 你看他那個葉子整個吃圓了 通通有沒有注意 整個吃掉一個圓形的下去了 好酷喔 你會怕嗎 他如果沒有玻璃擋著 你會怕嗎 也不會 那我就把你的手放進去 我有點怕耶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時間 他展出時間 不好意思 他展出時間是 3月25號禮拜三 到4月12號禮拜天 很長啦到4月12號 中間還有經過那個 連續假期 對啊還沒開始 好啦 我們要去賣場買牛奶 牛奶剛喝完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 有空的話 對這種 蚊蟲有興趣 可以帶小朋友來走一走 他是免費的 可是他很小區啦 應該就是說 來購物的時候 可以順便來逛一下 他是免費的 我覺得還不錯耶 而且他的那個 玻璃都做的 那觀眾朋友 不知的時候 有碰到那個蚊嗎 我中午看到 他是地上放很多籠子 然後我不曉得是什麼 還跨過那個籠子 對 好啦 那個人是蚊嗎 應該是 然後就這樣啦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大家拜拜 拜拜 那個籠子裡面 有可能是蚊嗎 應該都是放在籠子裡 然後他們抓出來的 就是那種 我們小時候 就是有透氣的那種啊 透明的盒子上面 裡面有那種黃色蓋子透氣的那種啊 小小的 好啦 祝福大家一個美好的一天 大家晚安 拜拜